《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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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排污界的冠材 《贵水》就是排污界 哦 更简单一些了 是吧 这个地方我搞了一个 五六十五的那个渔场 原来养育都是一玩 发烧鱼的身份在搞 后来嘛就是喜欢养鱼 那就直接走到这个 养鱼的这个行业中间来 现在大部分的 鱼缸的系统都是用过滤棉 来过滤这个鱼的分辨 把它过滤出来的 那么这些东西都在那个棉上 在这个棉上面呢 水一直在冲 还一直在污染这个水 你必须要去洗 兵材要经常清洗 经常清理 经常坏水 这是最大的痛点 因为要一个要花时间 第二个这个要脏 腥味很大 兵材你稍微不搞的话 它的水就不好 水也养不好 鱼也养不好 容易死鱼 这套钻鱼技术呢 水无分离装置嘛 它主要就是把鱼的分辨 分离出来 然后排出来 现在的达到的效果 能够95%以上 用那个很小的 零点几毫米的 都能够把它全部分离出来 这是在国内国际上 都没有人去做过的事情 这是你那里面的 没看不见的装置是吧 对对对 那是啥东西啊 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是树枝嘛 过滤器材 你看 它的水再从这个产品上去 因为这个很厘的嘛 这两三个毫米嘛 它一般性上不去的 如果有点上去 它都躲在这个上面 我反冲一下 把它冲得干干净净 反冲滑 反冲你开好啊 开好这个东西 嗯 开好 嗯 清洗得干干净净 现在有加了一个反冲的油 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 免清洗 几年没免清洗 已经做到了 就是一个系统可以免清洗 不要拿出来洗 就这样 银银拔门 就好 至于这套技术呢 我申请了好多专利 中国的发明专利呢 我拿了11个发明专利 咱们也拿了一个 美国的发明专利 拿了一个欧洲的发明专利 也都拿到证书了 这个系统搞了之后呢 今后的养鱼就轻松了 把鱼分别解决掉了 那个鱼的水质就很好 就能调控了 调控好水质了 那养鱼也就 没什么问题 谁好看 鱼好看 鱼好看 鱼也不太生命 仍然轻松 想发明大财富 我是大好的老朋友周导 想找好的项目 想了解更多的发明 请关注发明迷全国型拍 这里顺德有一个发明人 叫梁亦彤 他发明什么项目呢 是一个非常小小轻便的一个清洗机 你好 是梁亦彤先生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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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开会 我们刚好来自全国的学员在这里培训 让我们的陈老师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设备怎么使用 包括怎么去清洗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二合一的家电管道清洗设备的一体机 它除了蒸汽冷水热水脉冲还有臭氧消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家电清洗模式 你只要一按到家电清洗模式 它完全就是启用了原来的家用家电清洗设备的那套模式 那么这边为了就是说更完善的去体现出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体化 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管道清洗模式 它除了清洗那个地暖 还可以清洗自来水管 还可以清洗暖气片 也就是所有的管道 我们通过这边的一个进气管连接一个控压器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个脉冲输出管 直接连接我们的管路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还有我们增加了一个进水管 因为我们在脉冲输出的时候需要水流量 还有一个是侧流表 还有一个是输出气压表 这个整个一小台的设备里面 我们除了可以清洗到家电 还可以完成一系列的管路方法 南岛014款高周波脉冲清洗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上面的设置有自动清洗模式 还有间隔时间的自己调整 冲洗时间 冲洗次数 抽叶模式 测漏模式 测漏模式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气压的调节法 可以通过它来调节气压的大小 这边有个测漏表 在测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指数会上升 这边是一个电压表 这根是电源线 然后这边是一个输入的总气压的表 这边是一个输出气压表 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 这边它是一个输液入口 就是说我们用来清洗的时候 放到水桶里面的一个抽叶的水管 这个是吸压入口 是我们连接控压机的 这个是脉冲输出口 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连接到自来水管 或者地暖上面的一个接口 好 然后大家有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一个遥控器 这是044款的遥控器 我们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启动暂停的按键 上面这个是自动清洗的按键 这个是侧漏的按键 最上面的是抽叶的一个按键 那么假如说我们距离里的比较远的话 就直接按上面的启动键 就可以直接开始清洗 在下面的立体 amazing 那就咬 performing 便应回来 不想来 都可以突破 刚 这 orable